今天我们进去停电了 找爷爷商量商量 让他把他的羽绒服 借给我呜呜手 走开走开 别想当我的坏主意 我可还是黄花大男哦 不要和我动手动脚的 俗话说养额百日 用在一时就让我呜呜手呗 好吧好吧 真烦哦 你这手可真冷 命真是太苦了 别对我是被杀后羽毛 被做成羽绒服 若我还没被杀 你就天天惦记着 我这一身羽绒服 哎命苦啊 呀呀你自言自语在说什么呢 没说什么 我困了 打个盹 再讲梦话呢 想当初我们儿族的儿都是春八阴梅 坐在村里微风吟吟的 谁见了不害怕呀 哎呦 网友老爷们 我告诉你们 在我们儿族所有的男儿都有一代群老婆 而我至今还是光归一条呢 上次我悄悄藏了一百元四方钱准备群老婆用 结果我主人拿根棍出了两条街 抢走了我群老婆的钱 不说了 说多了都是累啊 我长这么大没见过这么嚣张的人 哎 今天你就见到了 我不做大哥好多年 我不爱冰冷的窗殿 不要逼我想念 不要逼我流泪 我会翻脸 我不做大哥好多年 我只想好好爱一回 时光不能倒退 人生不能后悔 爱你在明天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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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